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卓威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也被认为是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魔东时代》 开篇用一个时钟点名影片主题 一个描述工业时代的故事 描述了私营企业与人类追求幸福间的冲突 一群名羊拥挤着出卷 一群工人拥挤着出地铁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 他们穿着耐克阿迪 上班就要迟到了 他们很着急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经济大萧条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苦苦掌扎 钢铁公司董事长通过办公室的监控 实时查看工厂里的进度 发现哪个工位卖了就会发出指令 让工人加快速度 查理是一个普通工人 生活在社费的最底层 他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发疯工作 期望能够获得填饱肚子的可怜工资 而此时工厂的董事长开始疯狂地压榨员工 昏天暗地的工作使人麻木 查理自然逃不开 员工甚至连上厕所都要打卡记录时间 超时还会被董事长亲自提醒 但资本的听信使得董事长不会满足 为了进一步压榨工人的顺利价值 董事长引进了自动吃饭机 这样连个人的午餐时间都能节省 查理不幸地成为自动吃饭机的试验品 试试过程机器也出现了问题 不但无法关闭还开始发狂 吃饭这种人最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 查理也被逼疯了 在查理的眼里 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剩下罗帽 被机器卷进去还在拧罗帽 把别人的鼻子当成罗帽 路边的消防栓 路过女人裙子上的扭扣 统统被查理看成是罗帽 查理疯了 彻底疯了 被工厂开除送进了医院 至于了精神崩溃 却丢了工作 查理离开了医院 重新开始生活 可怜的查理 无意中成为游行示威的领导者 被抓进了监狱 流浪女的父亲也是失业大军的一员 流浪女不想忍受饥饿 到马脱的船上偷香蕉 还分给路边的流浪儿童 流浪女的家中 还有两个妹妹嗷嗷待哺 失去工作的父亲也一直消沉 被抓进监狱的查理 被当作共产主义领袖遭到关押 无辜的查理在狱中神情憔悴 个头矮小的查理 甚至连面包都没有 凶狠的狱友无情地欺负他 查理威中吃了狱友 左思来的黑胡椒 精神变得高度亢奋 胆子都大了起来 凭借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 查理轻松地躲开了 劫狱分子的子弹 解救了狱警 流浪女的父亲在冲突中死掉 司法部接管了流浪女的两个妹妹 流浪女就跑掉了 凭借解救狱警的功劳 查理在监狱住上了小号 有吃有喝 生活悠哉得不行 可外面的失业和动乱相比 查理在监狱中简直就是美好的天堂 查理的勇敢事迹传到了上级领导的耳中 他们决定将查理不罪释放 查理恳求监狱长 我不想出去 在这里挺好的 能不能让我再多留些日子 监狱长给查理写了一封推荐信 告诉查理 拿着这个 你会得到一份好工作的 流浪女机场落路 偷了一根面包 正逃跑的时候 撞到了查理 查理说 是我偷的 快把我抓起来 可目击者却说 不是他 就是那个流浪女偷的 警察抓走了流浪女 查理又跑到一个自助餐厅 吃了霸王餐 叫做路边的警察 阿瑟 快来 把我抓起来 在警察的警车上 查理碰到了流浪女 警车发生车祸 查理解救了流浪女 流浪女要求查理 和自己一起跑吧 查理本来想回监狱 却遇上了爱情 两人来到一栋房子前面的草地上 幻想着 如果也能有这么一个房子 那会是多美好的生活 哪怕要为此去工作 想到这里 查理拿出了监狱长 写了推荐信 在商场找了一份守夜人的工作 等到商场下班后 查理把流浪女带了进来 随便吃随便喝 吃饱喝足 两人还来到四楼的玩具部 溜起了汉冰 玩意了之后 流浪女去家居部 找了一张舒适的大床 美美地睡上一觉 晚上有小偷进来 原来是查理的工厂同事 查理喝了一些酒 第二天到了商场开门之后 才醒过来 又因为坚守自盗 被警察抓了进去 十天后查理被放出来 流浪女在野外找到一个小木屋 足够两人生活了 小木屋摇摇欲坠 流浪女说 破是破了点 当然不能和白金汉公比 但是遮风挡雨还是足够的 在小木屋 查理和流浪女吃上烤鱼 喝上了红茶 再苦的日子 能够有个人相互陪伴 相互依靠 就是人生的信誓 查理从报纸上看到工厂 正在恢复生产 重新开业 决定去找工作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 我们就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复工之前 查理做了机修工的助手 检修工厂所有机器 一个不小心 机修工被卷进机器里 查理试图救出他 但是到了神圣的午餐时间 不能工作 这时候只能吃饭 等到查理吃好午饭 也救出了机修工 这时候来了通知 又罢工了 流浪女靠着一副好嗓子 又会跳舞 在餐厅找了份工作 收入不费 并把查理也介绍进来 做服务员 老板告诉查理 我希望你会唱歌 那样你会得到工作报酬 可查理记忆不好 记不住歌词 流浪女鼓励查理 并把歌词写在他手臂上 这样你就不会忘了 到了查理出场 开场并把歌词搞丢了 流浪女鼓励查理 别管歌词了 直接唱 随便唱 查理随性起来 来了一段非常精彩的freestyle 赢得了全场掌声 这段表演 我称之为 史上最精彩的表演之一 不晓得是警察来了 流浪女犯了流浪罪 要带走流浪女 查理趁机带着流浪女逃了出去 流浪女悲伤哭泣 我丢失了美好的生活 查理鼓励她 振作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两人走向一条 没有尽头的道路 查理说 笑起来 笑一笑 一切都会好 尾巴 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 北派传销和南派传销 大型机器和智能手机 时代升级了 手段升级了 骗术升级了 工具升级了 阶级矛盾的初级表现形式 是让你被动劳动 阶级矛盾的高级表现形式 是让你主动劳动 你可以说没看懂 但不要说没看见 人的一生除了睡眠时间 就只剩下一万多天 但是 你是活了一万多天 还是只活了一天 重复了一万多次 阶级矛盾的初级表现形式 被动劳动 会让你很轻易地发现 你只活了一天 却重复了一万多次 阶级矛盾的高级表现形式 主动劳动 则会让你沉浸在信息爆炸的世界里 误以为自己活了一万多天 工程为下 工薪为上 剥削的高端操作 不是强制打卡 是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银级 brez级的风潜入夜 我发ает最后